有网友问我说 为什么北京人爱管闲事呢 我就去了一个胡同 问老北京人耿大爷 咱看看他怎么说 北京为什么要 很简单 热心肠 很简单 啥字 热心肠 现在这好处也少了 我觉得也是 有一个人比如说他没为你录啊 他在那里弄半天岛 他回来看守 你看这个那个 我都想告诉他 假如这帮工作 来哥们我帮你帮一下 是这 是老你帮了一下 是什么大麻烦 热心肠 热心肠 北京人都热心肠 都热心肠 现在就说老一边都热心肠 你家没叫做上午那倒点 来不及再倒点 对 对 假如那时候到以前那时候胡同之中 传承下来的这种 这一趟胡同都特别吞进 没有打架了 我小栋记着啊 嗯 政策女次跟这一块跟这一块没有 没打架的 都关系特别好的 外大爷 你不用玩了 趁我家抓一把去 对 都这成功 对 都热心点 现在这好传统 有时候我也说 怎么怎么都没呢 对呀 都说你 起床和谐社会 这是最和谐的 多好的呀 都愿意和谐 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你看 你走大街看 都那么回事 做我也来说 我有困难你帮助我 现在都不可能了 为什么很多老人都摔了不愿服 这都有原因的 过去 你可别摔着你慢着 我扶你下台阶 我扶你一下 都就这个 我慢慢扶你下去啊 嗯 你要不就愿意上次 那个南京法官弄的 下来我得了 我从多远点 你还说不出来 都这四年 过去多远 我扶你一下 我上台阶 对 扶你上台阶 下台阶 我们都有这些话 慢一点啊 以前我记得那时候 还开展啊 学雷逢是吧 学雷逢 扶老奶奶过马路啊 是吧 经常这样的 现在都 一分间叫个警察叔叔 手里边 是啊 现在哪有啊 警察 那一封就是 每年一次 三月五号 这么半天 走路行事就完了 那时候学到 我们都赶着了 学那样真学的 得真赶 这是发分内心的啊 真是发分内心的 是 我的那时候 我们都上那个什么 大街上 就帮人家擦那公路上 那个什么栏杆都擦过 就这样发动 那时候 后来 那后来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学雷逢 真正是学雷逢 真正的学雷逢 你们那都是有组人的 对 都差不多 那时候学雷逢 一说明年那几天日 嗯 对 我们的时候再看 学雷逢 学雷逢 嗯 毛主级的好战士 好战士 有什么都干什么 现在助人为乐的少老点了 哎呀 现在助人为乐不是没有 金少 两个人 我觉得我都 我基本也 看透一点 起手 嗯 都躲事 这躲事 我汤事 嗯 北京啊 咱们这趟是 躲事 躲事 实在是在进步 人的思想应该也在进步 对 思想还是跟不上 跟不上 为什么跟不上啊 脑子 每个人脑都是压力 又说 这两个很要命 嗯 压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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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力他大了 他也 他也那种压力 嗯 都是压力 你不成没事找事吗 跟大爷说的对呀 现在是什么呀 大家 可能做好事的 有 但是少了 如果服老人的话 大家都要考虑一下 哎 能不能服得起 其实啊 这和南京法院那个法官 是有莫大关系的 当然 也不仅仅是他 可能是一个日积月累 潜移 莫泡的一种啊 其实啊 我觉得 其实做好事 对得起心 对得起自己 为社会呢 可以说 提供一些温暖 我觉得 既能照亮别人 也能温暖自己 您说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您碰到需要的人 您 还会 一样做好事吗 我觉得 力所能及的 还是要去做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